今天來挑這一缸的孔雀鱼 那這一缸的孔雀鱼你會看到已經有一些公魚呢 已經開始出現雄性特徵 那因為小公魚很早就可以交配了 因為我是不同不同品種混養的 你一定要在他們性成熟之前呢 一定要給他分出來 不然他的品種交互亂配的話 他到時候出來的紙袋可能會很醜 那就已經失去那種觀賞價值 那我們等一下的工作呢 就是先把公魚先挑出來 OK 因為這個孔雀魚真的太會生了啦 如果你是會養的人 大概你的系統兩三座半年內 差不多就可能就裝滿了 你一定要去掌握好你的 小魚到底什麼時候 該分缸子出來 那一定要分 這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要有太大的黃雀魚的話 OK好 那挑選魚的第一個階段呢 我會先把一批 就是養不大的 營養不良的 先挑出來 好 我先來撈 像剛剛有一隻體型很小的 這個 這裡有一隻 像這種體型很小的 就是一批魚裡面養不大的 就是可能太瘦啦 營養不良的 這一種的 我們就先第一個階段先挑掉了 那我這邊第二個階段挑呢 我就先把 我們先把不同品種的公魚先分出來 OK 像這一隻公魚是 馬賽克大耳朵的 那我們就 先挑出來 要撈好喔 你挑出來的小公魚呢 你這個 翁子啊 你在事前喔 你的那個 水塗箱啦 跟一些過濾器材啦 你一定都要整理過 然後水要大概養了一個星期過後 你再放魚下去 你不要就是 很髒亂就直接移缸子 這樣你的魚下去 一定也會出問題 好OK 那一定會有人問說 小潘你的魚在你的系統裡面移動 你都不用對水對溫嗎 其實 我是 同一個水源是 地下水 那 直接在 水塔裡面養好的水 直接放到我的系統 海洋裡面 所以我已經養那麼久了 我這樣子移動 其實 我的魚是沒有出過什麼狀況啦 其實這一點我是還比較放心一點啦 因為我自己在 觀察魚的這部分 我有自己的經驗啦 那如果說要用到對水對溫的工作 就像是我去外面買魚回來 或者 我在別的漁場 抓魚回來 例如說 我在高雄買 魚回來 那因為 過了一個高平溪 它那個水質可能就不一樣 那如果從那邊引過來的魚呢 我當然就是要做對水對溫這個工作 因為這個就相對比較重要 那第二點就是因為我的 系統裡面我是完全沒有在控溫 所以 水的部分 溫度的部分 其實養那麼久也 還好也沒有出過什麼狀況 相對 在我的系統裡面 白點已經算是很少在出現的東西了 管理工作做得好的話 其實那個白點 生病的部分 就會降低很多 畫面上這個是小隻的母孔雀魚 靠近屁股的地方 有黑色的胎斑 就是母魚 孔雀魚的母魚 其實有一個小秘密就是他們有儲存精子的功能 因為它可以同時接受不同公魚的精子在體內 所以為了要避免基因雜配呢 初期公母的挑選 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麼挑選公魚呢 就是要看它的 好現在畫面上看到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陰陽魚 就是它的性別特徵不明顯的 例如說沒有太斑的啦 或者就是像母魚有長雞雞這種的 像這種呢 在獄種上面可能就是要給它挑出 就是不適合繁殖的種類 那什麼是陰陽魚呢 陰陽魚就是 長得男不男女不女的魚 但是 沒有歧視的作用啦 就是說 它的外型可能長得像公魚 但是它卻有母魚的外觀 或者說 它長得像母魚 但是它卻沒有太斑 但是它可能有公魚的 特徵 之前有看過 人家討論過 可能原因呢 就是 你的耳料使用不當 或者就是說 你在 魚之成長過程 還是 懷孕的過程中 你有下藥 就是你的孔雀魚可能生病 你有下藥 就造成基因的突變 那還有人就是說 可能你的 子袋存化 太多袋了 然後變成一些 基因上的缺陷 這是種種原因啦 所以 像這類型的魚呢 就給它挑掉就好了 OK 那一批的孔雀魚呢 你要養到性成熟 至少要三個月以上 三個月以上 那三個月之後的 挑選工作呢 可能就 比較 沒那麼簡單 可能就是要 依它的體態 跟尾巴 還有 它的所有的 顏色表現 來做區分 例如說如果你是維持品系繁殖的話 如果你是繁殖草尾 或者 禮服 還是說 單色系列 還是雙劍 或是 蛇紋的系列 還是古老品系的系列 那你就要依該品系所有的顏色特徵 來做挑選 就是同一個品系的 公魚跟母魚來做搭配 這樣你才有辦法 配出比較漂亮的紙袋 才不會說 品系之間互相亂配 然後配的就是 臭臭的 這個是要注意的點 掌握好孔雀魚的挑選技巧 到最後呢 你的孔雀魚會越挑顏色表現 就會越來越一致 像畫面上這個呢 就是單頂紅孔雀魚白子 好以上呢 就是孔雀魚的基本的挑選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那如果你是要來幫我比 有多少孔雀魚的話 那就不用了 ơ 動燈 vowel 動燈 動燈